我只希望大家看完這部片 我們不要只按讚 把它分享出去吧 讓更多人看到這麼棒的影片 今天也要特別謝謝欣凌 因為她也在拍戲中 然後我一直會app給她說 看了沒看了沒 然後我對於剪掉她的部分 因為小春秋一風我沒給她剪 所以我對她沒有什麼愧疚 雖然說她有一場戲也被剪掉了 她只剩一顆鏡頭 她有一場跟激情演得也很好 沒有關係啊 現在不惜找我當女主角 然後因為 因為我深深的記得 一定要找一座女主角 我深深的記得心靈 她那時候來站台 國秀老師在十月份出的那一本 李國秀編導演教師 那時候很多屏風子弟兵都到了 在皇冠還借了一個很大的精華酒店 沒有一個記者來 心靈所有的屏風子弟兵還是很高興 驕傲地站到台上 告訴他們從國秀老師身上學到的編劇 導演演員各式上 那時候心靈就告訴大家說 因為那時候金鐘獎還沒有公佈 她說我想要拿到金鐘獎這次的最佳女主角 不是因為我想要拿獎 而是我想要上台 謝謝國秀老師 我要把這個獎獻給她 我覺得就是因為她從以前 從以前她演沙姆雷特 一個沒有任何一句台詞的小兵 國秀老師給了她一樣的演員功課 給她一樣的關愛 可是就是她勇氣在心 她對我 對國秀對屏風 一直像對家人一樣 甚至在國秀老師的臨時臨堂 在屏風演劇場的時候 心靈的媽媽都抱著我說 我願意心靈下輩子做你們的女兒 我當時非常非常感動 其實心靈早就是我們家的女兒 她也早就是我們家的大妹子 心靈真的一舉多虧了 她真的拿下了金鐘獎的最佳女主角 她真的不是血型 她真的是一個實力派的演員 我希望心靈的這份福氣 能夠帶給我們極光之愛 有更多的人氣 也更加溫票房 謝謝心靈 也謝謝所有參與過幫助過屏風的每一個朋友 尤其一直無怨無悔 不求任何回報的屏風小將們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